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龙头羊花脚 我身边这个韦吴现在已经有叶的发黄和这个干脂的现象 是什么原因倒震了这个叶皮发黄和这个干脂的现象 可能是因为这个喷头过干或者是这个胶肥不当 不可能是这个全肥的问题 可能是喷得过穴 我给它换个大喷 我先把这个喷得开出来 这个根部有点腐烂 你看这个都腐烂的 把青涂给它去去去去 以后就在陆浮那个根部来 现在这个青涂基本上就给它去完了 有点烂给你们地方吧 我给它捡一下 这个腐烂的 这个做根都腐烂的 这个都行的 换一个大一个好的喷 把这个水空给它盖住它 不能多的推磁了 这个土面我是用的这个腐烂土和这个煤熟炸 加上这个远土 东岸三分之一给它混合的 因为它这个土味性比较强 如果不吐水的情况下 它很可能导致的烂给这个盆土 然后这个位置都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温度给它带上 给它放到正中吧 再给它填上土都行的 周围这个盆 盆子周围给它填满土 用手给它干湿的 留伏这个脚肥的这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干汁给它修盐一下 这个干汁你带着它很容易导致那个冰蜂海 这个干汁我已经给它修盐完了 然后我们给它搅土肥 搅水吧你必须给它搅火 搅火以后吧 你把它放到阳台上 尽量搅着晒太阳这个切眼 因为这个温度吧 温度很低 要是光带屋的这个钢缓耗力盆吧 它很容易这个喷通过时 导致这个欧根的现象 假设这个肥料你 你最好是先别是肥了 因为你刚换的这个 它很容易导致这个烧根的现象 这个切眼的脚肥 你必须得健康健持 大概有一个月吧 它这个心给斩回来 这个叶子它都长得那个鱼鲁鲁鲁了 好了 这次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